我怕我再講下去又會哭哭 不能哭哭 你不一定要愛KIMIKO 可是你一定要愛自己 健康 哎呦差點挖 還好你們看我核心很穩吧 還好我Hold住 大家不要小開核心力量 它是一個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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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剛有說巴斯吧 非常重要的訓練 然後等人數來到300人 我就要開始講今天的內容 我輸完就已經超過了 我今天已經決定要帶你們會跳這支舞 我真的就是Facebook你這樣不行啦 我會考 我要跟大家講會讓你導致你變成帕芙人的因素有哪些呢 我不主張大家過度節食 節食呢 它有可能會讓你在短時間內體重掉下來 健康 哎呦差點挖 還好你們看我核心很穩吧 還好我Hold住 那你以為自己看起來瘦 可是其實裡面肥滋滋的 所以這導致什麼呢 你整個人的身形看起來得到一個字 放大字 自己做效果 鬆 跑步到底能不能減肥 跑步是一個很棒的有氧運動 可是對於運動初學者 長期的單一有氧 它有可能造成你在體脂降低的同時 肌肉也有損傷的可能 我要脫衣服啦 2 2 3 4 5 6 7 8 7 7 7 8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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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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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讓你哀嚎,老公也會哀嚎,男朋友也會哀嚎的 Sexy Dance 好,今天的主題一開始要跟大家講的是 減肥要早對半 一般而言,成年男性的體脂肪只要超過25% 成年的女性體脂肪率如果超過10%就是肥胖 那當然你的體脂越低,你的線條就越好看 通常年齡越大,體脂就會越高 那這次Sexy Dance裡面呢 我不會教你們那些挨餓、孤獨運動 會容易傷害身體的激進式瘦身法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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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本人我也不做這種事情 上課的模式是歇運動 你的核心訓練完之後再來跳 你就會發現身體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那你們沒有人出身是怎樣 3 2 3 4 6 7 8 11 1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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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確是瘦蠻多的 現在是第11天 其實我不喜歡用瘦這個字 可是因為大家會用 這是通用的形容詞嘛 女生聽了也會開心 我覺得我應該要說我在這時間內 消瘋了非常多 就整個打包 為什麼我的身體 可以這麼的伸縮自如 良好的體態其實是來自於 高效的身體使用方式 只要任何的活動都會消耗能量 高效率的身體使用方式就代表著 你的體力活動是用 最小的努力去完成的 我們要開始運動啦 1 2 3 4 5 6 7 8 你可以自己在這間 可以有跑步的效果 鄰居也不會太硬 但你會覺得自己自殺有點低 今天的主題呢 舞蹈可是最有效的四大減脂運動之一 到底哪一種舞蹈的運動量是最大 你要看的重點 其實不是把重點放在跳什麼舞蹈種類 而是你跳的是什麼樣子的舞蹈內容 1 軀幹的動作幅度比四肢的動作幅度大的舞蹈 2 你的舞蹈動作呢 它是注重在強化你的核心 好 然後我接下來我就要來脫衣服囉 我跟你們說你們心臟真的會痛 2 缸 1 N 2 2 1 缸 1 缸 3 缸 1 缸 3 缸 3 缸 3 缸 就是在生理期的時候幫全身消腫 我覺得其實生理期不是不能運動 只是你要更留意你的運動的動作品質 大家不要小看核心力量 它是一個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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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剛才我說巴斯巴非常重要的訓練 四個重點的運動方式為主 輕柔舒緩放鬆 放鬆 不好意思啊我像台灣狗一樣 還有延伸 如何 摔過愛心給自己鼓勵 我們度過兩週囉 我們一起完成了第二個階段的小目標 很多人一直追著問 請問一下跟著你的30天減肥企劃 到底需不需要改變飲食 沒有錯所以從今天開始呢 我要帶著你們怎麼吃 而且是很輕鬆就可以做到的 每一餐只要多吃一個綠綠的東西 增綠色的蔬菜 每一餐呢我們只需要多吃兩個增綠色蔬菜 增加你的喝水料還有你的餐前都要吃水果 你們有沒有想到這麼簡單的方式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吃出易壽好體質 每天加班是不是心情很不好啊 你還沒有入鏡 嗨 你的聲音好沒有元氣喔 因為加班所以有妝髮嗎 沒有沒有每天都要有妝髮 為什麼每天都要有妝髮 就是 公司規定 這只是 不成為要營鎖 請按還記得 offensive 或是 嘗嘗嘗嘗 我們今天的特輯名字叫做 變化一條女孩減肥 還有細小腿按摩術 跟觀眾說 你們是不是看到我跟Day1有什麼差別 沒有沒有 哪裡都瘦就是沒瘦胸 那感謝您